今天讲一个男子在月球开采能源回到地球后 却发现自己根本不存在的故事 月球 未来世界能源极其匮乏 人类不得不将能源开采的目标转向月球 月球工业公司在那里的土壤中开采了一种原始核能源 亥三 并在那里建立了开采基地 男主萨姆是基地中唯一一名员工 他与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的服务合同 月球上的工作需要忍受极大的孤独感 通讯卫星被损坏后 萨姆无法与地球联系 而公司却迟迟没有修理 平时他只能利用雕刻 种植以及听音乐来打发时间 此外 萨姆唯一的陪伴就是智能机器人科丽 科丽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以及接受地球公司的秘密 萨姆只能通过录像看到妻子和女儿 他期待着不久以后合约期满回到地球和他们团聚 然而最近萨姆发现自己的健康出了问题 身体不但越来越虚弱 还会出现幻觉 在一次外出开采时 幻觉导致他发生了翻车事故 他从昏迷中醒来 想找科丽问清楚情况 却偷听到科丽正在向公司汇报 公司说他们马上会派人过来 还让科丽阻止萨姆外出 萨姆觉得其中有猫腻 于是故意弄坏管道 获得了外出修理的机会 他在路上发现了一辆和自己一样的开采车 在车里救回了一个受伤的人 却发现对方竟然和自己一模一样 萨姆很快明白 这个受伤的才是原来的萨姆 而他则是重新激活的克隆人萨姆二号 科丽帮他救活了一号 并向公司隐瞒了一号没死的事情 一号醒来后 不接受自己是克隆人的事实 还和二号争执了起来 科丽将真相告诉了他们 实际上他们确实都是克隆人 本体萨姆早已在三年 合同期满后回到了地球 之后接地的管理 一直都是依靠克隆人完成 而他们关于家人的回忆 都是由本体移植过来的 一号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的失落 二号却想到 他们之所以联系不到地球 可能就是因为公司屏蔽了通讯信号 之后一直谎称通讯器坏掉 于是两人一起外出调查 果然发现了信号屏蔽装置 虽然有希望联系到地球 但是一号此时的健康状况已经非常糟糕 开始出现了吐血的症状 克里又一次违反规定 打开了电脑上的秘密档案 一号才知道他已经是第五批克隆人 克隆人的寿命被限定只有三年 三年一到 他们就会躺进休眠舱 并不是被送回地球 而是直接进行焚化 一号在焚化室找到一个通道口 那下面还藏着许多被激活的克隆体 而公司回收一号的人马上会赶到 如果两个克隆人同时出现 他们就会有被消灭的危险 二号想帮一号完成回到地球的梦想 于是他准备拿出一个克隆体 放在矿车内代替一号 将一号放进运输 亥三的飞船中发回地球 但一号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于是他跑出信号屏蔽区 偷偷联系了远在地球的女儿 女儿已经长到15岁 就和萨摩本体生活在一起 一号见过女儿后 了缺了心愿 他虚弱地对二号说 希望他代替自己回到地球 揭发公司的行为 二号将奄奄一息的一号放回矿车 自己则准备踏上返回地球的旅程 为了防止公司查到真相 克里要求二号将它重启 以消除信息记录 二号走前将采矿车设定了路线 矿车撞向屏蔽器 恢复了月球与地球的通信 接下来的克隆人 就能知道所发生的一切 做完这些 他登上运输船向地球飞去 一号看着远去的飞船 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二号回到地球后 揭发了月球工业的所作所为 地球上又掀起了一阵 关于克隆技术的人性讨论 一部引人深思的科幻片 自从1996年 第一只克隆羊多利代生后 克隆人的题材 在越来越多的科幻作品中 还是广泛涉猎 而关于他们是否是真正的人类 一直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